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·普京 10月6日在与政府官员会面的电视简话中表示 消费者需求仍然疲软 他预计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压力将加大 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向乌克兰派遣数万名士兵 进行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后 西方对莫斯科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 但俄罗斯经济与西方分析师的一些预测背道而驰 即今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受到15%的打击 俄罗斯经济部现在预计2022年将收缩2.9% 而西方领导人希望制裁的影响将是持久的 并会在数年内阻碍俄罗斯经济